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什么叫奈何呢 奈何就是没办法的意思 对吧 有什么办法呀 谁让他怎么怎么样 这就叫奈何 比如说当年刘邦跟项羽打天下的时候 项羽在该下被围四面楚歌 当时项羽就唱了一首 后来被称为霸王别姬 这种感觉叫该下歌 那这个该下歌怎么唱的 立拔山西气该是 石不立西追不时 追不时兮可奈何 于兮于兮奈若何 那这个奈何 奈若何 这奈何就表示实在是没有办法 那这里边就讲到一个故事 说这个人姓万啊 真是没办法 我们读到这里就知道 这个一个人姓万 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没办法的事 那我们就要带着这个问题 来阅读这篇小的文章 如有田舍翁 家资阴盛 而累事不时知乎 说有一个田舍翁 就是一个这个乡下的老头 家资阴盛 阴盛就是非常丰盛的意思 非常多 也就是说在乡下有一人 家里面很有财产 很有财富 但是呢 累事不时知乎啊 就是连续几代人 没一个识字的 对吧 我们叫文盲世家 从来都不怎么识字 那怎么去讲他不识字呢 就说不识知乎 为什么会用知乎来代表字 因为中国古代 一般情况下 读书人 讲究这个文言当中的知乎者也 对不对 所以知乎者也 往往就代表这个读书啊 这样的事情 比方说鲁迅在这个小说 孔一级当中 就塑造了一个形象 孔一级就满嘴的知乎者也 然后叫那些普通人就听不懂啊 那这里面的知乎就告诉你说 几代人啊 就不认字 一岁 聘处事 殉其子 这个一岁的岁 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岁数 而是年 有一年 他就专门请了一个处事 请了一个读书人 殉其子 就给自己的儿子上课 放在今天就是找了个家教 对不对 这个老头想了想 说不行 我们家几代文盲 总不是个事 得培养一个读书人 于是呢 就请了一个南方的这个读书人 来教自己的儿子 处事 使训之 若管林珠 这个若 你看这个提手旁 就是拿着的意思 对吧 就是把着的意思 说这个读书人呢 这个家教的老师呢 就开始教这个儿子啊 拿着管 这个管指的就是毛笔 笔管 林珠 朱其实就是古代人写字叫苗红 因为刚开始你要苗红嘛 所以叫林珠 这个珠就是红的意思 对着这个大字就开始苗 就开始学 结果怎么学呢 开始了 书一话 训约一字 这老师就开始教了 对吧 写了个一 当他写了个一的时候 老师就说 哎 这个念一 书二话 第二次 说这个念二 啊 训约二字 第三个 书三话 训约三字 结果这个儿子呢 学到这里 其子 折 欣欣然 这折是什么意思 折是立刻 立即 欣欣然 你如果以后读到文言文里面 什么什么然 一般就表示什么什么的样子 我们今天其实这个词语还在用 飘飘然 对吧 就感觉这人快飞起来了 欣欣然 这个心什么意思 内心当中高兴喜悦 折欣欣然 是儿子听到这 立刻开窍了 非常高兴 非常得意 突然间悟透了人间大道 对吧 说哇 原来如此 我这太聪明了 你看 这是一 这是二 这是三 这儿子还挺聪明 会找规律 对吧 突然发现 原来学习是如此简单的一件事情 致笔 你看用的这个动词很有意思 不是把笔放下 而是把笔给扔了 这个致是扔的意思 把笔一扔 这种得意之劲 得意之情就出来了 非常得意的一扔笔 说我会了 归告其父 回家就跟他爸讲了 儿得意 儿得意 可以无凡 先生已 重费管骨也 请谢去 怎么意思呢 回家告他爸说 你儿子我学会了 对吧 而且连续说了两遍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在这里为什么要说两遍 学会了 学会了 而不是直接说 儿得意 两遍 有什么好处 把耳朵背 听不见吗 必须得说两遍 当然不是 你看这就是我们在读文章的时候 要去分析的东西 为什么要说两遍呢 因为只有这样的表达 才能够体现他的这种兴奋 得意 这种感觉 对不对 极其的兴奋得意 就好像有的时候我们 这个学了一个东西 我们想想跟家里边人显摆 我会了 我会了 就这个感觉 对不对 很得意 很兴奋 儿得意 儿得意 那学会了之后 他怎么说呢 可以无凡 先生 说这下子 不用再去请他了 重费管骨 花那么多钱 这个管 就是上学的 这个读书的地方 骨就是粮食 对吧 说花那么多钱 花那么多粮食 请这么一人来 没必要 我已经学会了 你儿子特别聪明 学会了 学会了 请谢去 请你 词 这个谢就是 告辞对吧 让他离开吧 让他走过 把他辞退了吧 于是这个可怜的家教 第一天就被这儿子辞退了 其父呢 结果这个老爹呢 也不认识 对吧 前面讲过了几代人不识字 喜从之 很高兴的 就听从了这个儿子的话 拒毙 谢钱处事 准备了钱 这个拒 是准备的意思 我们上一次 我给大家举过一个例子 是孟浩然的小诗 叫过故人庄 他的第一句 叫故人拒基属 这个拒就是准备 拒毙就是准备了钱币 准备了钱财 谢钱处事 然后呢 就把这个请来的家教 给辞退了 这个钱就是打发走 派走这么个意思 那讲到这里为止 我们就知道这个事是一定要闹笑话的 为什么会闹笑话呢 因为这个儿子一共就学了三个字 一个字叫一 一个字叫二 一个字叫三 而且前面反复在告诉你 一是什么 一是一道杠 二是两道杠 三是三道杠 儿子听到这之后突然很兴奋 说我真是天才 我突然发现规律了 不用再教了 这么简单 那我们就知道后面要出问题 而且结合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叫什么 这个题目叫奈何姓万 那我们知道 为什么这个人姓万呢 我们知道后面这个儿子一定要去出一个丑 这个丑就是碰到一个姓万的人 对吧 那我们知道如果以这个儿子的理解 此时他学到了什么 如果我请大家把这个儿子的心理描绘出来 这个儿子心里面是怎么想的 你能不能写得出来 就是他觉得他学会了 你觉得他学会什么了 学会的内容就是 是己就画几道杠 对不对 所以如果未来他碰到要写万字的时候 那完蛋了 果然后面就讲到了 于是过了一段时间 其父你征兆应有万事兴哲淫 说他爸爸能过了一段时间 就准备请他的一个朋友 姓万的人来喝酒 令子晨起至壮 就让他的儿子呢 大早晨起来 至壮这个壮啊 就是壮字 就是纸上面写的字 这叫壮啊 晨起壮一大早就让他儿子说来来来 写封邀请函 对吧 请你这个万事的这个朋友啊 来我们家喝酒 结果酒之不成 过了很久很久 这也没写完 复 醋之 这个醋就是催 急着催 急着要 怎么回事 对吧 写个邀请函 还写这么久 妻子慧 这个慧就是郁闷啊 这个心里边赌啊 就这个意思 不高兴 说天下性自火矣 这火就是特别多 你看这个字的写法旁边就有个多 说天下性的那些字多了去了 这人怎么姓万呢 奈何姓万 为什么他偏偏姓万 自晨起至今 才完五百化印 从早上起来 睡醒了 开始写 写到现在 一共画了五百道杠 就是离着万道杠还差的远 这就是很好玩的这个小故事 叫奈何姓万 好 我们讲完了这个奈何姓万的故事呢 咱们一起回过头来 还是去想那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奈何姓万这个故事 到底告诉我们什么道理 这儿子犯错犯在哪了 大家可以想一想 这个儿子到底哪里错了 他好像也是在总结规律 对不对 画一道杠叫一 画两道杠叫二 画三道杠叫三 他觉得你看这不就是规律吗 那肯定四就是四道杠 五就五道杠 对吧 这还不好学吗 这些太容易了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我们经常说人要懂得思考 人要懂得总结规律 这儿子好像也确实会思考 也确实总结了规律 但是为什么最后闹笑话 核心原因是什么 核心原因教大家一个成语 这个成语叫做浅尝 折止 这就是这个儿子出的最大的问题 叫浅尝折止 什么叫浅尝折止 稍微知道一点 就开始自满 开始骄傲 开始得意 认为自己什么都会了 这就叫浅尝折止 我们上一次讲到的那个 钟若翁的故事 那个钟若翁其实字写的不咋地 也是一个骄傲自满的人 他总觉得自己已经挺厉害了 对不对 谁写的都不如我 也是一个骄傲自满的人 这个儿子也是如此 刚学了三个数 就开始骄傲自满 就开始觉得自己什么都懂 什么都会了 而且呢 非常得意的说 不要让这个老师在这浪费我们家粮食 赶紧把它辞退 结果最后闹出一个笑话来 这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 浅尝折止的危害 就刚刚知道一点点 你就停下来说 我都知道了 我都会了 那如果我们不要浅尝折止 我们应该怎么样 应该保持谦虚 保持进取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应该保持谦逊 保持进取 我们以前有一句话叫做 活到了 学到了 就是你要意识到 学无止境 学习是不会有停止的尽头的 这个叫学无止境 如果一个人过度的骄傲自满 学到某些地方 总觉得自己已经学好了 已经很厉害了 你就会像这个故事里面 这个儿子一样 去犯这样的错误 闹这样的笑话 当然像这样的故事呢 其实它是讲的比较极端的事 我们在现实当中 可能碰不到这种 学了一二三 就觉得自己什么都学会了的人 但是我们也会碰到很多类似的人 学了一点东西 就觉得自己天下无敌 无所不知 对吧 然后开始洋洋得意 骄傲自满 听不进去别人的话 总觉得自己什么都是对的 希望各位同学 在学习中 不要去做这样的人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去读这个文章 读这个故事 我们到底可以收获到什么 第二个就是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故事是怎么讲的 在讲的时候 有没有哪些小伏笔 有没有哪些在前面已经做了暗示 做了铺垫 或者提前做了一些小准备的地方 第一个叫什么 第一个叫做家资阴盛 为什么他要告诉你 这户人家很有钱 后面 第一 没有钱 我可能请不起家教 第二 如果没有钱 我可能不会出现这样的场景 对不对 专程的请人来自己家里喝酒 所以这些其实都是他家里边很有钱 这个句子出来之后 为后面所有的这些情节的合理化去做铺垫 第二个叫累事不识知乎 为什么要告诉你这家里边世代代没一个识字的 只有这样 后面那个儿子说自己学会了 才不会被戳穿 你想如果家里边有识字的人一定会干什么 一定会来考他 会来检查作业 对不对 你不是说你学会了吗 你写个识给我看看 但是全家没一个识字的 所以这儿子说什么就是什么 也就是说直到最后 你觉得这老头知道他儿子一无是处吗 可能还是不知道 他可能也觉得站在他的立场上也这么想 真是的 怎么偏偏姓万呢 对吧 这么难写 也不知道 所以在这里边这个累事不识知乎 给后面这个儿子 自以为什么都学会了 实际上没有学会 但是却还没有被家里人戳穿这个事情 做了一个准备 那后面呢 还有一个写的很好的地方啊 就是他写了一道杠 说一字两道杠 二字三道杠三字 到这为止 其实他已经在暗示你 这个学生 这个儿子的心理是什么 就是哦 原来是几 就是几道杠 所以后面出现这个棋子 哲心心然 致笔 这个事才能合理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一个细节 其实是为了告诉你 在后面这个儿子会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心理 以及他在心里边觉得 他学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那再往后看呢 他的父亲很高兴的把这个老师赶走 又开始想要请人来家里吃饭 让自己的儿子去写情点 说这个儿子叫陈起志壮 为什么要强调是大早晨 起来就开始写 为了告诉你 他写了很久很久 对吧 所以久之不成 他父亲去改 然后最后呢 他说自陈起至今 猜完五百怀疑 所以这是一个古代的小故事 也是一个小笑话 在这个笑话的背后 其实透露了很多的道理 好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小故事 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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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